陸港天空空400多年來到現在 我們其實非常的捨不得 我們的石雕木雕 它在我們的眼前都一直凋落了 台灣又是有颱風跟地震 這些天然災害對文化資產的威脅 更是比一般國家來得嚴重 3D的點名資料 除了幫文物做一個比較完整的 一個典藏紀錄之外 可以去做到文物修復 跟文物保存甲骨 更了解這文物本身的一個功能性 及它的一個歷史脈絡 全都在古代的建築文化上 都在建築文化上的文化上 進行為救援這些人文化的 人文化和歷史 全球都轉向最新的技術 去檢查歷史的景色 和物品 使用技術 成為未來的技術 陸港天后宫的话 原本就是在码头的一个小庙 其实它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它被评定为国定古今 它是歇山重沿寺的一个建筑 在其他的寺庙里面的话 其实是很难看到的 包含我们的石雕木雕 它的雕工非常的精彩 当年在没有电动工具的情形下 要这么一大块的青斗石 这样慢慢地长慢慢地长 找到裸空 是一代僵尸的作品 我们的石雕木雕 其实它在我们的眼前 都一直凋落了 非常多石雕上面 人物的一个特征表情 你到现在的话已经看不清楚 As temple director Liu Jiahuan gives us a tour the faded colors and missing or broken bits of intricate sculptures warn that time is of the essence Biang Ji his team has been commissioned to scan historical sites and artifacts all over Taiwan 3D雷射扫描 主要工作的话 是透过雷射光 从机器的中心 打到物体里面 然后物体原路径反射回来 我们去接收到这个资料 它一秒钟可以打一百万个点出去 那透过不断自我中心的旋转 可以带全景完整的 SYD的顶用资料 那顶用资料就是我们可以构成 我们现场所有one-up的一个形态 Once the hundreds of gigabytes sometimes up to terabytes of data are recorded and imported into a tablet computer the images are immediately rendered 窗头方法 事实上我们是用笔跟纸 能够画出来的东西 都是简单的一个线条 资料量收集的是比较有限的 那我们透过全景式的3D扫描技术 资料量是以前的千倍跟百倍 采用3D扫描这个技术 其实最大好处是 我们资料收取是非常快速的 加上我们是非接触式的 可以离物物比较远 离庙宇比较远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完整的把资料收集下来 这个资料我们针对未来在使用 现在在修复上 就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参考价值 Tianhou literally means Queen of the heavens The temple was built to worship Matsu the Taoist deity The faith and sculpture of Matsu were brought to Taiwan from the original Matsu temple in Fujian China by early settlers 但是因为历史的背景 在当时的话 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当时把开机恶妈 留在了鹿岗天后宫 所以现在才会有 仅存的一尊开机恶妈 在台湾 鹿岗妈祖在出巡的时候 他的神格是最高的 他乘坐的就不是神教 而是乘坐奉年 经过一百年的使用 他真的没有办法再出巡了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 3D扫描的技术 能将这个奉年 全部把它扫描 起来 让妈祖能 漂漂亮的 再乘坐一次奉年出去 to digitally preserve artifacts like this chariot Yao uses a handheld device there are challenges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laser scanning an historical site with so many visitors 人一直不断地进来 那我们选择设备 是可以携带方便 随时可以移动位置 外面的温度 如果是太阳一直曝晒 那温度会不断地升温 机器能够有正常的运作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在户外可以使用 特别是强光 一定要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扫描的一个资料 然后收集到 我们确确的资料 是很清楚的 Around the world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re adopting this new technology to achieve laser sharp precision in documenting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artifacts Taiwan's Ministry of Culture stresses that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complete these scan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近年来的极端气候 对于全球的环境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台湾又是有台风跟地震 这些天然灾害 对文化资产的威胁 更是比一般国家来得严重 现在的科技的应用 它最主要的 就是能够对于文化资产 它提供一个详实 而且正确的这些记录 那这里都可以解决 我们过去传统 在文化保存上 所没有办法照顾的面向 3D的点名资料 还可以去做两个延伸性的应用 那一来就是可以去做到 文化修复的部分 然后它跟文化保存的加固 那文化修复的部分 主要可以去做一个数位模拟 在博物馆这边更延伸性的应用 就是说去制作成交易用品 让民众除了看之外 他可以去做一些手作的活动体验 去更加深认识这件文化 后面的一个历史 3D laser technolo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test and most accurate methods to preserve and restore historical sites and artifacts around the world from Taiwan's Lugan Matsu Temple to France's Notre Dame de Paris 2D 1D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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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 4D 5D 任何人知 what may happen明天 所以那些人 tasked在保持 and restoring歷史 正在操作努力 工作日和夜 陽光或曬 證明何仍然是在這裡 感谢观看